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一家姓妇的 全家四口人 俩大人 俩孩子 全被人杀死在家中 警方经过内查外调 现场勘查 最后确定一个人叫张海波 他就是犯罪嫌疑人 可是这个张海波呀 已经带着他媳妇跟孩子上了桌州了 真假不清楚 说上他老岳父家去了 所以汪君马上派刑警到桌州 去缉拿张海波 就在这么个时候 睡了一宿假第二天 也就是五月十五号 刑侦总队又接到一个报案 事发朝阳区斗阁庄 黄厂村 乐园洗衣中心 又发生了特大杀人案 竟有七个人 被溺死于浴池的池水之中 汪君呢 又迅速赶往新的案发现场 从这时候开始 他必须兼顾两个特大杀人案的侦破工作 咱先不说被淹死的这七个人 先说刑侦总队的几位办案人员 按照专案组的部署 五月十四日傍晚时分 几个侦察员开着车子来到桌州市 结果这一路上是越下越大呀 进入乡间 道路颠颠勃勃 好不容易到达了白痴干香后 侦察员们一点也不敢耽误 防护服都不脱呀 现在是非典时期 都穿着连衣帽戴着大口罩 马上到派出所联系 然后直奔白痴干春 为了防控非典的传染蔓延 每个村子口都有人在这支班 严格检查来往进入的人员 到了村子口 侦察员先向支班的村民询问 我想五月十号这几天 你们有没有看见北京那边来过人 就是咱这村的姑娘或者是嫁出去的闺女 或者是其他人 村民回忆了回忆 这几天没有北京来的亲戚 也没有什么人 咱们大家对北京来的人都很警惕 要有都能知道 你们看见了吗 没有 你呢 没有 肯定没来过 侦察员就问 你们注意没注意 这路上有北京排到的车 踩着过过 或者是出租车 没有 也没有吵进过 现在这车很少 过了一辆车我们就看看 好像没有北京的车 侦察员们又进了村 见到了张海波的岳母和他的岳父 这一家人一看警察 脑袋都发炸呀 怎么警察又来过 原来警察来过 调查核实过情况 这次又登了门了 老太太怕得只藏眼泪 你们咋又来了 到底俺家出啥事了 老大妈 别害怕 你坐下慢慢说 我问问你 你闺女回来过没有啊 说着就是尽量安慰老人 缓解紧张气氛 一面仔细的搜查寻找 确实没有张海波一家来过的痕迹 他岳母也没有病 他一家人确实不了解什么情况 你怎么问 也是那么回事 西洋派出所的同事和侦察员们坐下来 一起耐心的 做这两位老人的思想工作 跟他们拉家常啊 希望能有新的线索 可这老头呢 一直显得心事重重 他就是张海波的岳父啊 一边抽着烟 一边滴着脑袋 哀声叹气 后来侦察员问他 他好不容易说了一句话 我听说了 南正村出事了 杀了四口人 派出所的同志马上说 你知道这事有多大啊 这么大的事情 你要是知道什么情况 就如实的跟公安机关说 咱们得合作呀 他这人要在呢 你就说出来 要是跑到哪个亲戚家呢 你也不能瞒着 你懂得吗 可千万不能包庇啊 可是尽管你怎么说 怎么动员 但是这老头老太太 也说不出什么了 也只能掌握这么多情况 这时候天哪 已经黑下来了 侦察员又连夜在王立华这边的一些经济家做了一些调查 最后确认 张海波一家根本没来过这边 线索断了 但是侦察员们和派出所的同志 还是坚持在走访过程中 把工作做得细致一些 为将来的破案打起一个好基础 到了深夜了 卓州这边防控非典的工作还没有放松 警车在返程的途中来到一个路口 刚刚过去的时候 已经检查过了 这回回来还得检查 这值班人员还真挺认真负责 到这把警车给拦住了 侦察员拿出车辆消毒证明 又拿出健康证 都不行 就是不让在这过 最后侦察员耐心的向村民解释了 又解释 直到出示了警察的证件 说明正在执行重要任务 这才被放清 不过这一番折腾啊 倒使侦察员们放心了 照这个情形看 只要张海波一家赶回卓州市的地界 他们的行踪肯定会暴露的 到了五月十六日凌晨 去卓州调查的这一路侦察员 终于回到房山区长沟镇 困顿之中 他们看到专案组里 依旧灯火通明 看来谁都熬个通宵 也没休息 原来有消息说 张海波出事那天 是打了一辆车 去的卓州市来水县 专案组连夜决定 派另一路侦察员立即跟踪追击 这几个侦察员已经起了个大早 正整装待发 两路侦察员碰到一起 互相交流了一些情况 马上进入下一步行动 然而又经过一整天的调查奔波 卓州市公安局大力配合 在来水县各个路口的检查站 仔细查找登记的来往车辆 和乘坐的人员名单 还是没有查到张海波一家的通计 说话间就到了5月17日 王军和专案组决定 通过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 向全社会公开通缉犯罪嫌疑人张海波 当电视台向全国发布张海波的公开通缉令之后 专案组的举报电话就不断响起 看来群众的力量是大的 举报线索不限于北京市 还包括外省市 王军越来越清楚的感觉到 犯罪嫌疑人就快被发现了 当全社会都张开一张大网的时候 再狡猾的罪犯也难以隐蔽 更何况张海波并不是惯犯 王军相继 强大的社会压力一定会把他逼出来 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 王军和侦察员们认真对待每一个举报电话 认真分析每一次举报的内容 那么该调查核实情况的 马上派人核实 该出现场的就立即赶赴现场 在排除了许多次嫌疑之后 他们离着目标是越来越近了 终于五月三十日晚十点四十分 专案组接到桌州长途电话 有人举报 张海波带着媳妇女儿 现在正在桌州 他愿不嫁 兵贵神速 严阵一带的刑警们 以最快的速度是赶往桌州 再说这个张海波 在外边逃穿了那么多日子 好不容易仗着胆子 回到白痴干乡 白痴干村 这二十多天当中是吃不好 睡不着啊 他以为回到家里能拎几天 然后再跑 可没想到 这气还没能喘云火呢 还没从惊恐慌乱 疲惫之中挣脱出来呢 没想到刑警们就好像神兵天将 把他堵在岳母家中 他很清楚 自己再跑也跑不了了 干脆认了吧 双手一定 你随便跑 于是没费吹灰之力 就把他生亲豁纳 在后来的审讯中 张海波和他媳妇王丽华交代 他们正如警方所预料的那样 出逃的路线 毫无计划 就好像个眉头的苍蝇 一样烂撞 张海波讲 他们离开北京奔卓州 还没落脚呢 又打车去了宝定 不放心又去了石家庄 刚住下又觉得离北京太近 就坐着火车又上了西安 从西安又到了宝基 从宝基又去了青海 疲于奔命的一路向西向西 几乎看了哪个站都觉得不合适 觉得都有人跟着他们 所以他们不停地上火车 要是说不出站 下的这个火车就上那个火车 他事先支出那几千块钱 他兜里的零用钱 差不多都买的火车票了 一直逃到了青海的西宁 张海波一看 这也不行 根本没有认识的人 干脆再换个地儿吧 又坐着火车到了大同 其实啊 在大同他们也没有亲戚朋友 但是张海波依然怕被人发现 不敢去找工作 整天不是在住处睡觉 就是去录像屏看录像 过着担惊受怕 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有这么一天 他在租住的地方闲逛 听到有几个人闲聊天 说起北京电视台 法治进行时节目 正在通缉一名叫张海波的犯罪嫌疑人 说这个人在北京杀了一家刺口人 然后逃到外地了 张海波不听则可 听完之后惊出一身冷汗 马上自溜 又回到临时的住处 这时候那媳妇王丽华呀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思前想后 开始有些动摇了 他劝张海波 海波呀 别跑了 一是没钱 二是这么重的案子 也跑不了了 我看呢 你回去自守得了 一开始张海波想不通 还跟媳妇吵了几句 后来冷静的他想一想 哎 无路可逃了 真应的那句老话 上篇无路是入地无门 看看媳妇 瘦多了 再看看孩子 也憔悴不堪 听说我犯了法了 我媳妇孩子没犯法 照这样下去 我非把他们拖死不可 最后他一想 回去就回去吧 现在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 他又一个琢磨 回去啊 我先到桌州 把媳妇孩子 放在他牢了下 然后我再弄俩天 能跑多远 我就跑多远 哎 就这么办 就因为这种情况 他们回到岳母家 没想到 刚进门 警察就到了 5月31日 张海波被刑警们 从泊州 击死回京后 方山511杀人案 正式结案 几个月后 经过法院审理 张海波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 何处执刑 妻子王丽华 父亲张云志 犯包庇罪 被判数年有期徒刑 然而就在法院 评审结束之后 狱中的张海波 依然没有对自己 杀人的罪行 表示忏悔 他耿耿于怀的还是 我 我 我打的了 谁让老父亲 把我们家的乡村书呢 他欺负我 我就不能饶他 人们一口气 您听 这人愚蠢到什么地步 汪君呢 也不住的感叹 他说 在他的行喷生涯中 有多少刑事犯罪 正是由于这种狭隘 愚昧 为了一些根本不值的矛盾 纠纷 就制造出学历的惨案 这话是一点都不讲 您放眼望周围看 鸡麻蒜皮子 那么点小事 碎一步海阔天空 让一让 什么事也不会有 就是有些年轻人 还有些愚昧狭隘 这个人脑袋一热做了蠢事 害了人家不说 把自己也送上了不归路 这就是人上一百星期拆散 什么样人都有 当海波的案子结束了 接下来咱们再说 乐园洗浴中心特大杀人案 2003年5月15日晚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播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发布的非典疫情报告 这样的每日播报 已经持续半个多月了 然后百星最关心的 就是这件事 天天守到电视机旁 在收看新闻 突发的非典性顺炎 在全国肆虐蔓延 北京很快就变成了特众疫区 哎呀真好像一块大石头 压在北京市民的心头上 这天呢 北京的疫情进一步发展 确诊病例达到2388人 新增病例27人 死亡总处达到140人 就是在这么个情况下 北京市朝阳区 逗个庄 黄厂村 乐园喜悦风心 老板呢 叫李佩南 他哥哥叫李佩东 咱们先说李佩东 这一天吃完了晚饭 他就看新闻联播 看完新闻联播 心里都非常郁闷 心说这啥怪病 怎么传染到北京来了 这人带来多大的灾难 这场灾难 也是瘟疫吧 这啥时候能过去 你说谁心里都不别扭 除此之外 他的心里都 他觉得有一种一样的不安 有什么不安呢 原来他跟那弟弟李佩南呢 哥俩关系处得相当好 那不说废话 亲哥俩能不好吗 哎 您可别这么说 有时候亲哥俩不如朋友 跟朋友什么都能说 亲哥俩不能说 有的亲哥俩 就好像仇敌差不多 这李佩南的哥哥 李佩东 哎 这哥俩感情还是不错的 哎 这这么两天了 李佩东也没见到李佩南的面 打电话 电话不通 电话里面怎么想 也没人接 您说不奇怪吗 这洗浴中心有人值班呢 怎么打了好几次都没人接呀 打手机 手机不开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昨天呢 他顺路过去了一趟 发现乐园门口 弟弟的汽车不在了 他就没进去 车不在 肯定人不在呗 坐车出去办事了 他忽然又想起来 弟弟的女儿啊 哎呀发烧了 是不是感染上SARS病了 弟弟不在 背不住开车送孩子上医院了 可他又一琢磨也不可能啊 孩子不大 才几个月 就在家里头门都不出 跟外人接触的时候 极少极少 他怎么能感染上SARS病呢 哎呀 他是左思右想 心绪烦乱了 有时候就琢磨 是不是自己吓唬自己 吃饱了撑的 尽管不好的地方想 哎呀 这就是撑的 你得看心里这么想 他依然不住的拨打电话 怎么得还是没人接 他心中就产生了疑惑了 就觉得一点闹心 使他坐立不安 他决定上那去再看一趟 所以就找了个朋友 两个人 直奔乐园喜遇中心 这个乐园喜遇中心呢 在豆哥庄一带名气不小 这是弟弟 在1999年与人合资创建 作为老板 李培南为人和善随和 又很会做生意 几年来 乐园的经营品红火 只是到了这一年的四月底 非典病毒侵扰 乐园暂时停业 员工大部分被遣散了 只留下五个老城的在这助手 昔日灯火通明 热闹非凡的乐园喜遇中心 现在显得是一片凄凉冷漠 李培东和朋友赶到的时候 天已经很晚了 四下一片漆黑 一看了弟弟的汽车也不在 谁说还没回来 两个人推门就进去了 里边死一般的寂静 什么也看不见 皮鼻子一闻 就闻着一股浓重的腐臭味 赶紧把灯打开再看 只见室内是一片狼藉 地上桌子也翻了 椅子也倒了 还散落着 背手 铁管 木棒 和撕碎的床单 李培东就喊着弟弟名字 喊了半天 没人答应 他就觉着 情况不妙 到浴池里去看看 推着门一进浴池 就见水中漂浮着几具浮尸 把他吓得惊叫一声 眼前发黑就坐在地上 他的朋友赶紧跟他提醒 快报警 快报警 就这样李培东就报了案了 警车封时电车急速案发现场 晚上九点二十分 各路警员已经全部到位 朝阳区分局刑侦支队到了 刑侦总队的人也到了 汪军作为队长也于市局的领导 亲临现场指挥侦察办案 你想 非典肆虐 疫情严重 整个社会都处在极度慌恐之中 社会治安问题变得异常敏感 任何一起恶性案件的突发 都会震动人们绷紧的身经 引起更大的惊苦 可以说 这种非常时期 公安人员肩服的责任 比往日要沉重的多 更何况他们也是血肉之躯啊 非典病毒 袭击这座城市的时候 他们也在所难免 你警察做什么 该得病也得得病 该染上病也得染上病 而且他们比常人面临着更大的危险